各位早安 今天是3月3日 星期二 美股昨晚出現了一個報復式反彈 其實看12月份的大師已經知道 反彈遲早都要來 因為2月12日 杜瓊斯指數 日中曾經創了歷史高位至29568點 之後輾轉跌到28日 即是最後一個交易點 一度低見24681 13個交易點急跌4887點 怎樣看都是超賣 所以技術上已經具備了反彈條件 結果昨天早市 美股也曾經一度拉脚 其後有一些回補買本速到來 快速上升 最後收回26703點 升至1293點 相對4887點的跌幅來說 已經反彈了一大部份 但反彈過後 美股是否已經脫了險 真的要看觀眾的疫症 到底在美國會不會爆發 如果出現了社區的爆發 情況就比較麻煩 因為這個情況絕對會影響到消費 美國一年的GDP 約20萬億美金 大部份70%以上消費 如果消費一受影響 經濟在第二季時別一定 是不可能穩定增長 這才是市場擔心的地方 至於廣估昨天第一個交易天 表現上算是穩定 因為以指數收在26291點 相對上日升至161點 技術上來說 好像暫時在2600 是吐氣一樣 但我們還是要等 等到的指數能夠進一步 回到十天線 是26971點 或者是站在十天線樓上 才可以真正的回穩 或者算定 現在還未算 3月份的事 暫時來說 都是第一個交易天過了 今天第二個交易天 到底形態如何 很難定斷 但由於美股昨晚出現了明顯的上升 對港股來說 多少會帶來一定的刺激 可能指數會在昨天的低位 升至今日的高位 即是先低後高 但先講清楚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不可能在兩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況且現在時間還是早 我想要等到上巡之後 或者開始踏入中巡 才了解大市的形態 到底是先低還是先高 況且一個月僅有千多點的波幅 尷尬地方 現在指數在26,000左右 1,000左右的波幅是向上的 指數已經可以回到十天線樓上 而且還足及二十天線 二十天線大概是27,211點 但反過來 有800點或者600點的下跌 絕對會回市去年十月的低位 二萬五千五百二十一 以及下市去年九月的低位 二萬五千四百九十八點 因為情況要了解 好像上星期五指數 最低見過二萬五千九百八十九點 甚麼又回事 是跌穿了二月三日的低位 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點 跌穿了一月三十一日的低位 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五點 跌穿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低位 二萬五千九百九十五點 即是說市不跌入半年以來的低台 這個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這個低台的防守性是相當強的 如果沒有甚麼特別壞的事情 突然之間湧現 那時來到這個低台的區間 是應該可以技術上轉定的 這個低台是由去年九月三日的低位 二萬五千四百九十八 去到今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低位 二萬六千二百九十五點所造成的 不要緊要的 在這個低台坐著略為反覆 問題不大 最重要是不要跌穿 也不要出現了一個跌 就可以了 好了 早市的分析 我就講到這裡